网瘾少年自考北大 如果不是他 我都不知道世界上竟然还有这种天才 他叫王肉杜 2000年 拥有绝对游戏天赋的他 在高中时就已经在学校附近的网吧 无人不知无人不想 但因为长期在网吧打游戏 他的成绩一落千丈 当他身边朋友都认为 这个天才少年会就此放弃学业 成为一名职业选手的时候 他却在高考的前两个月 突然表示自己要去考大学了 而且还是北京大学 在接下来的两个月中 他开始把战场从网吧 转移到了教室和宿舍 但两个月考上北大 难度堪比登天 就当大家准备看他笑话的时候 谁也没想到 仅仅复习两个月的他 竟然在高考结束后的不久 真的收到了北京大学的录取通知书 这刻把那些和他一起 在网吧奋战的兄弟们气坏了 但王若杜的开挂人生 这时候才刚刚开始 上了大学之后 他不仅没有努力学习 反而继续打起了游戏 在接下来的几年里 他先是斩下 CN中国星际中版 大学生锦标赛冠军 后来更是夺取 0607连续两届的 WCG北京赛区等一系列冠军 可由于只顾着打比赛 也让他错失了保研的机会 于是在考研两个月之前 他再次从网吧转移到了教室 用两个月的时间 再次以385的高分 成为全院第一 甚至在考生研究生之后 没有时间训练的他 依旧拿下了 WCG北京赛区的亚军 09年又拿下了 三国沙全国赛的季军 还用课余时间 写了一本长达400页的三国沙攻略 而在研究生毕业之后 他又考上了 美国三大理工学院之一的 佐治亚理工学院 并且只用了三年时间 就拿到了博士学位 跑到加拿大最强大学 华铁卢大学 当起了助理教授 即使工作如此繁忙 他的游戏水平 依旧没有丝毫下滑 星期二出来之后 一口气打到了博服前十 据说还在测试服登顶第一 看到这些经历 那些和他一起奋战网吧的兄弟 只能说一句 你真该死啊